感谢主耶稣的恩典 让我们这一次 线上专题讲座的时间 到最后一个阶段 那么今天下午 小弟要跟大家分享 显明历史恩约跟信仰当中的 最后一项 就是大卫之约 大卫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他是和神旨意的人 在他的人生的当中 非常奇特 充满着续继性的转折 他年少的时候 他是一个牧羊的人 在撒末尔在高丽君王的时候 他并不是在那个时候 撒末尔认定当中的一个君王 因为人总是看外貌 但是神是看内心 那神不但看内心 在神的约里面 他是信实的 他是坚定的 因此他卷选了这个大卫 让大卫的人生有了新的改变 让大卫的人生 或是在生命当中 孕育将来耶稣基督的降临 耶稣基督救恩的成全 所以在大卫的身上 充满着在神的荣耀跟见证 所以我们从大卫之约当中 我们来慢慢来体会 这大卫之约到底在讲什么 原来我们从圣经的结论当中 看出大卫之约 他所要来呈现 所要彰显的就是基督之约 我们也可以说 他就是教会之约 首先我们来看看圣经当中 一件非常重要的书信 那是一个基督徒在人生当中 也是当时初代教会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 而在那个年代当中 神的爱临到他们 借由意向的呈现跟显现 来坚定当时百姓的信心 我们先来看一下启示录 我们请看一下启示录 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一章 我们请看启示录第一章 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十节 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十节 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 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 如昊说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 我们再来看一下十七节 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脚前 像死了一样 他用右手按着我说 不要惧怕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经死过 现在又活了 只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这里所讲的 是主耶稣 他已经护活了 在神荣耀的宝座当中 继续扮演大祭司的角色 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来做信仰中的代求 而在那个年代当中 是一个信仰遭遇非常大的迫害 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 罗马呢 他挥兵来到耶路撒冷 濒临城下 把耶路撒冷攻陷了 里面的人呢 在他们的屠杀的作为当中呢 遍地都是尸体 犹太人有一个历史学家 叫耶瑟夫的时候 他说呢 他们血流成河 所以可看见 主后七十年的时候 是一场的大屠杀 一个非常完全的一种 彻底的一种灾难 难怪主耶稣在讲到 耶路撒冷的时候 说耶路撒冷的圣殿 连一块石头都没有留在原地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种完全的 彻底的 全面的一个毁灭 所以在七十年后 的罗马军队 他来到耶路撒冷 造成当时犹太人 包括基督徒 在整个生命 或是生活当中 一个空前的灾难 但是将近在 主后的一百年左右 这时候呢 基督徒所面临的逼迫 仍然没有减少 反而呢 更加的激烈 所以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罗马皇帝 他叫做Dominay 这个皇帝呢 他有一种狂妄更至高 他要求他敬略所有的人民 无论你是哪一个种族 哪一种宗教 在他的统治权当中 所有人都要拜这个Dominay 这个皇帝为神 如果你不拜 就是要接受 当时罗马政府 那种权柄式的一种制裁 所以多少基督徒呢 受到非常大的逼迫 所以我们除了看 启示录之外 我们能够感受到 当时很多已经是犹太人 后来相信耶稣为基督 成为基督徒的这些人 他们受到同样的逼迫 所以在这种严厉的 严峻的逼迫当中 有很多犹太人开始动摇 而且是信耶稣的犹太人 开始动摇 他们对信仰的一种态度 所以后来才有西伯来书 这个书卷的出现 让这些信主的犹太人 清楚知道 已经成全了一个更美之约 而这个约是不震动的国 我们要坚定信心 那么同样的 启示录 也就对于面临逼迫 患难当中的基督徒 给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心 说我永远与你们同在 不单同在 我们已经建立一个 神对亚伯来应许 这个强大的国 而这个国要让万民得福的 所以在患难当中 神特别藉由异象的出现 让当时的使徒 夜汉再次的看见 再次的感动 再次的体会 然后呢 把所感动 所体会 所见的一切 记载了下来 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见证 而在这个荣耀的见证当中 来激励当时患难中的人 所以我们刚刚所看的 启示录的第一章 第十节说当主日 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 那个主日 不是今天很多基督教派里面 星期天就是主日 而定为主日的崇拜 不是那一个主日 这个主日是什么 是主的日子 称为大而可畏的日子 为什么叫做大而可畏呢 因为那个时候 使徒夜汉亲眼看见 我们的耶稣基督 在护活之后 用一个非常庄严的 神圣的一个形象出现 而这个形象出现 对于人 对于使徒夜汉来讲 他是一生当中 从未见过 而在这个当下呢 他被这个美好圣洁的形象 所震撼住 所以后来我们所看到的 十六节里面 他有这样的一个描述 他说我一看见 我一看见就扑倒了 我们用一通俗话来讲 一看见我就吓坏了 怎么这个样子 有时候有人在吓得 惊吓的过程当中 脚就软下来了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个约翰 看到主耶稣显现的时候 他虽然扑倒了 而且特别描述 那个情境就像死了一样 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呢 他用着他能力的恩典 钱柄的右手呢 按着这个约翰说 不要怕 不要怕 而这个不要怕 就是一种信仰的宣告 也是一种信仰的安慰跟帮助 他特别说 我是什么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如果对照第一章的第八节来讲 我就是阿拉法 我就是阿贝嘎 也就是说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这代表什么 我就是神 因此耶稣显现的时候 不是只有强调我肉身 人子的形象 更清楚说 我就是神 我就是那个自由 拥有永恒的神 我就是那个 永远的那个神 所以我们的神 就是这样生命的主宰 所以耶稣借有这样一个 大而可谓 荣耀尊贵的形象的显现 让约翰得着了信心 让他清楚知道 我们的耶稣虽然离开了 圣灵与我们同在 但是他坚定的形象在我眼前 他的手按在我肩上 给我一个强大的信心是什么 我敬拜的耶稣 他的确是创造宇宙万物 连天上的天 都会来歌颂我们神的公义 连我们看到雄伟的这些珠珊 都会被他所融化的 所以后来又讲了一句话 就是八节所记载的 又是那什么 那活着的 为什么要讲活着 而且又特别说活着 因为他强调 我曾经死过 现在活着 我曾经死过 我现在要活着 但是这现在的活着又要做强调 永永远远要活着 而这个活着当中有一个全病 他握有死亡阴间的钥匙 也就是我活着 我的生命是永远活着 不单拥有生命的钥匙 我更拥有进入阴间的钥匙 进入死亡的钥匙 所以他再一次的来告诉这个约翰 我就是基督啊 我就是那一位神啊 所以约翰在那种情境当中 所看到的大而可畏 事实上他是从这个惧怕当中 从一软下来趴在那边的当中 他现在在信心当中 他刚强的 不怕的 他好像软的手 软的脚 他重新再站起来了 在启示录第五章当中 他这样记载 我们再来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五章 启示录的第五章第一节 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 他说我看见坐在宝座的右手中 有这个书卷 里面呢 里外呢 都写着字 这些呢 还用七印 封研呢 那么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 大声的宣传说 有谁啊 配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七印呢 在天上地上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 没有能展开 能观看那书卷的 因为没有人配展开 配观看那书卷 我就大哭了 这个印象 就以这个使徒宴来来讲 也是一个拳手 未有了一个冲击 因为他看见 看见什么 在宝座的右手 在坐在宝座的 他的右手呢 有一个书卷 这个书卷呢 他特别强调 里外都有字 但很可惜呢 被一个印呢 七个印把它封住了 也就是内容你看不到 因为有一个权柄的印 封住了 所以你只能在这个掀开 也就是在启示的过程当中 你才能看到啊 所以启示就是掀开印的时候 你才能看到那个书卷里面的内容 那这也特别强调 谁能看见 谁能看见 所以在整个文词的表达当中 天上地上地底下 也就是宇宙当中 所有的一切 都没有人 有这个能力跟资格 来掀开 来看看里面的内容到底什么 所以这时候呢 约翰有一点遗憾 怎么会这样 看到这么好奇 看到带有那个救恩的这个书卷 结果打开不了 在一个渴慕也好 或是好奇也好 谁能开啊 没有人能开 所以他哭了 为了这样的信仰 为了这个书卷 为了救救恩 如何的打开 如何的成全 如何的坚定我们信心 他有时在焦虑当中 他哭了 但是在第五节他说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 不要哭 就好像之前说 你不要记怕 现在说你不要哭 你不要哭 为什么呢 他说 看啊 犹大自派中的狮子 犹大自派中的狮子 大为了根 他已经得胜了 能以来展开那书卷 也能够来展 揭开那奇印 所以这时候呢 这位长老就告诉他 你不要哭 我告诉你一个 大好的消息 这是一种神国的福音 就是犹大自派 犹大自派里面 有一个大卫 而大卫的根 那个根是谁呢 很清楚 就指的那个苗印 就是耶稣 耶稣就是这位基督 他配得来开 配得解开封印里面的 束缚跟限制 那我们能够直接看到 书卷里面所印含的 救恩的奥秘 所以唯有耶稣 才能让我们看到神国的福音 所以这时候 约翰他就不会再哭了 他反而应该高兴 感谢主 我虽然现在面临的逼迫 被放逐在巴摩岛 好像在孤岛当中 看到都是海 但是看到的未来都很空洞的 但是我今天 我不是在孤岛 我在神国的神境当中 在神的荣耀天国里面 所以他感动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启示录的最后一章 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最后一章 启示录的二十章 启示录二十章 我们来看一下十六节 启示录二十章的十六节 我耶稣拆遣我的使者 为众教会将这些事 向你们证明 我是大卫的根 又是他的后裔 我是明亮的成性 所以在这个结论当中 或是末了的话里面 耶稣再次来告诉 我们所有的人 不但是当时的使徒耶和 初代的教会 今天更是告诉我们 今天求告他 相信他的每一个人 让我们知道 我们耶稣基督呢 他就是展开那书卷 成就那书卷的那个主角 那个主导者 他是我们的救恩 他是我们的基督 所以这里说 我是大卫的根 我是大卫的根 又是那个大卫的后裔 我是那种明亮的成性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以后呢 我们就了解了 在启示录里面 所讲的耶稣 他今天能够用一个 大而可畏的形象 出现在约翰的面前 他能够在约翰 在剧胖的时候 给他一个活着 永远活着 生命前柄的一个见证 他更告诉这个约翰 你不要哭 因为他配得卷打开 这个书卷 也就是立法里面的那种精髓 跟那个意义 就像我们之前所分享的 立法的总结是什么 基督 有基督来成全 有基督来揭开 有基督来传扬给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使徒耶翰 他看到这个异象 又看到这样的一个结论 让我们更清楚知道 原来大卫之约 而这个约呢 跟这个基督之约 教会的一个形成 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除了 从启示录当中 得着一份的感动 坚定我们的信心之外 我们也要跟 希伯来书来做呼应 你要相信 绝对的相信 而且现在就要相信 未来将要发生的 约不震动的国 那我们从圣经的角度 来做整体回顾的时候 事实上呢 神对当时的大卫 他曾经这样说 我们来看一下 历代至上 我们请看一下历代至上 历代至上的十七章 我们请看历代至上的十七章 我们从第七节先来看 历代至上十七章的第七节 现在我要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从羊圈中将你招出来 叫你不再跟从羊群 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 我们再来看一下十二节 他要为我建造圣殿 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 我们再来看十四节 我却要将他永远坚立在我家里 我国里 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这是神在这边所告诉我们 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而这个是神先向拿单显现的时候 来呈现大卫 他即将会有一个国 而这个国是坚定的 而这个坚定的国当中是永远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大卫之约 我们心中有一个感慨 有一个震惊 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从圣经的历史里面来看 从圣经里面的历史来看 事实上大卫的国 大卫的国没有灭吗 应该都是灭了吧 我们从圣经的历史 我们从撒摩尔记 对于大卫王朝的一个导论 导言开始 就是撒摩尔记的特色 然后进入到猎王记 猎王记 猎王记是耶利米先知 站在整个历史的焦点 来看这个历史的一个地毯 就是他的演变 后来呢 文士 以色拉 在贝鲁归回重建圣殿 立志考究立法的时候 再重新来回顾 来整理 也是用宗教的角度 来整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 他编撰写成了历代字 而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看到了 以色列 也就是大卫王朝的一个发展的时候 后来这个国灭了 北国我们先不谈 这南国 由大国南国 南国后来被灭 而被灭的时候呢 也是蛮凄惨的 好像一块猪肉先剁了一下 然后再剁一下 最后再剁一下 慢慢的用凌词的那种感觉 在祖前606年的时候 第一次贝鲁了 巴比伦军队南下 把他很优秀的 像我们戴尼里书里面所讲的 戴尼里还有他三个朋友 第一次就贝鲁了 祖前606年第一次贝鲁 597年的时候 第二次贝鲁 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角是谁 就是后来经常在加巴鲁河 看见异象 也来教导当时百姓的以西结书 以西结先知 那后来在586的时候 这个国真的就灭亡了 所留下都是残兵 留下都是富饶 富泥跟老弱的 病痛的 然后圣殿荒毁了 墙也被毁了 人被带到去巴比伦 带到东方去了 一直到70年后 才回来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 这时候他们没有国 原来还有国王 现在没有国了 就变成当时的巴比伦 统治下的一个神 所以这时候不讲国王 不讲君王 讲什么 就神长而已 你是一国里面的一个神而已 你没有国了 从此以后有国了吗 没有 后来有一个马加比王朝 试图来恢复一个王朝 一个国 但是又灭了 谈话一线又没了吗 所以后来的很多的犹太人 他一直在盼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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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一个王朝 所以耶稣穿福音 的时候才有奋锐党的出现 他是爱国主义者 他在建立属于他们 这犹太人的国度 但是也没有成功 耶稣来世界的目的 也不是这个样子 虽然经过70年后的一个毁灭 百姓分散了 犹太人也离开世界各地 虽然这当中 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里面 有一所谓的西安运动 西安运动 但是他们也没有看到基督的出现 直到二战结束 大概在1948年的时候 在当时的英国的一个支持底下 建立现在的所谓的以色列国 但是基督也没有出现 圣经中的大会的子孙 也没有出现 那这个国怎么可能出现呢 这国已灭亡了 那如果用这个现实历史的角度 不但是过去的历史 或现代的历史来看 他根本都灭亡了 哪像这里面所说的 说什么 说你的国位必坚定 永远不变 我们想起来就很唐吐的说 怎么可能 事实告诉我 这句话是镂空 应许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脉络里面看 对这句话永远坚定不改变 曾经在耶撒法的年代的时候 特别讲了一句话 我们来看一下历代至下 我们来看历代至下的二十一章 历代至下二十一章 历代至下二十一章 我们来看一下第七节 历代至下二十一章的第七节 历代至下二十一章的第一章的天章 is the free of the devil 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 不可灭大卫的家 是照着他所应许的 然后又说 永远是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 所以这时候呢 再坚定的一件事实是什么 给大卫之约 就是说你的子孙的国是永远坚立的 而且是永远永远不变的 也就是国一辈子永远一生一世 万万代代多永远存在的 但事实上这个国也灭了 属地的国也灭了 那这个国怎么产生呢 原来我们从圣经当中了解 我们的神对大卫所立的约 属于地上的王朝 事实上是指着属灵的王朝 今天我们的教会所做一个完美的 而且坚定的预表 所以大卫之约 真正的落实成就叫什么约呢 叫做基督之约 就是拯救我们世人 能够得着天国基业这个基督的王朝 所以我们从这样的脉络了解了 原来 原来启示录里面所讲的 大卫的根 大卫的根 大卫的后裔 那个明亮的成心 原来就是跟神 跟大卫所立的约的之间的 一个完全的连结 那么事实上这个连结呢 我们也可以从那奄言 来做深入的一个探讨 我们都知道 这个神卷选的亚伯拉罕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的名字不叫亚伯拉罕 他叫什么 他叫做亚伯兰 但是为什么把他改名 说你从此不要叫亚伯拉罕 不要叫亚伯兰 你要叫做亚伯拉罕 这个名字的改变 一定有他特定的意义 那么改变的转折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创世纪的十七章 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的十七章 创世纪十七章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 创世纪十七章的第一节 亚伯拉罕年九十九岁的时候 耶和华向他来显现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来做完全人 我就与你立约 我们再来看第五节 从此以后 你的名字不要再叫做亚伯拉罕 不要再叫做亚伯兰 要叫什么呢 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还多 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我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坚定我的约 做永远的约 这里所讲的就是一个君王之约 也就是说 跟亚伯拉罕立约了 那你的名字要改 不要叫亚伯兰 要叫亚伯拉罕 从此以后呢 我们对这个名字呢 有时候会混乱 亚伯拉罕 一下子亚伯拉罕 又亚伯拉罕 那么从有立约成为君王之约开始呢 我们就称他为亚伯拉罕 也就是说 当我们是谈到亚伯拉罕 叫他的名字的时候 在我们内在的世界里面就知道 原来他就是有一个君王的应许要出现 当然这个应许呢 或是这个立约呢 我们就要称为附带式的立约 因为他的主要的约就是因你而得福 附带的约 就执行细节的约呢 就是君王的部分 那从亚伯拉罕的这个名字的改变 然后名字的内涵呢 已经告诉我们 要从他的族序要有一个人 要来当王 要成立一个君王 成立一个国 国是大的 要万民来得福的 那么就开始延续到这个以撒的时候 以撒后来他的太太利百加 感谢神 从不会生变会生 这很奇妙 圣经里面 这个组长时期里面 都很多 不可能生 让你生了 所以以撒本来是不可能出现的 妈妈都年纪那么大 怎么可能生他 但是应许自己生了 那么以撒呢 他生了 他结婚了 经过那么长的时间 也不能生 也祷告当中 神给他了 所以在应许当中生了 生了一对兄弟 一个人叫以撒 一个人叫雅各 神说会有两个国 这个两个国 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 也就是以撒的国呢 要来服侍这雅各的国 而这个雅各后来的名字叫做以色列 我们就通称以色列民族 但是雅各后来又生了一个孩子 雅各生了十二个孩子 其中在他年老的时候 对他们的祝福 对这个犹大的祝福当中 就非常明确地讲了这么一句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世纪 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的四十九章 我们请看创世纪的四十九章 我们看一下第九节 创世纪四十九章的第九节 犹大是个小狮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节 他说归呢 也就是权杖 这个权呢 必不离开犹大 那么这个权呢 不离开他两脚之间 只等到戏裸的来到 万民都必归顺他 也就是杖在你两脚之间 当你站着挺立在那边的时候 杖就在你的中间 他代表了前威 他代表一种宝座 然后呢 告诉我们什么 在他的荣耀国度的宝座当中 要建立这个国 而这个国呢 要直到等到什么 戏裸的来到 平安者的来到 他一表是什么 或是一眼是什么 就是我们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耶稣基督的降生 耶稣基督的成全 耶稣基督所建立的王国 让万民而归顺 就像跟亚伯拉罕说 因你或是你的后裔 万民得福 是完全能够连结在一起的 所以从整个大卫的子孙 的这样一个脉络 往上追溯的时候 这是来自于神的应许 也是来自于神的拣选 因此大卫才有正当性 来成立为大卫王朝 而这个大卫王朝 才从属世的王朝 一表成就在耶稣身上 建立一个属灵的大卫王朝 就是今天我们的教会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 在看历史的时候呢 会看到 当时不是有一个以色列王吗 是那个扫摩尔西高丽的啊 他是扫罗啊 扫罗当王 他很可惜 扫罗他毕竟不是犹大之派的 如果用历史的时空来推就那个时候呢 还是属于四世时代的末期 只不过这个四世时代的末期 这个扫罗呢 他是一个比较强大的 就像一个裹了形态 已经到裹了形态的这样的一个国度 但是他还不是神应许中 拣选中的国度 直到大卫开始 所以大卫才是神所拣选的王朝 因为他要完完全全 一表的耶稣基督 这是从整个一表的角度 来看到这个王朝 而这王朝就追溯因着约而定下来了 虽然在整个民主的命脉 国度的发展当中 有些曲曲折折 灭了 流失了 归毁了 重立 重新归毁了 但是就是在神的恩典跟应息当中 把他们召回来的 而这个过程就是为救恩来做预备 所以后来当他们的国家 慢慢慢慢堕落 离开了这样的信仰的时候 神就藉由这个先知 就把这个大卫王朝 属灵的意义 信仰的价值 不断的来重申 也建立他们对弥赛亚 也就是今天所讲的基督的盼望 我们可以从整个经文当中 来做简单的一些 一些描述跟说明 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 我们来看一下十一章 我们请看一下以赛亚书的十一章 以赛亚书十一章 十一章 十一章的第一节说 从耶稀的本 耶稀的本 这个本呢 必发出一条 然后从根生出枝子 然后必结果实 这讲到耶稀的本 这个本呢 事实上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一个嫩亚 有人把它翻译成为 苗义 那如果要对这个词呢 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呢 有另外一个翻译 它说呢 是一个残杠 这个已经残杠 就是那个树杠 已经被砍下来了 而这个残杠呢 已经残存的这个树杠呢 它最后呢 必长出这个嫩亚出来 而这个嫩亚呢 就是这个根呢 就是这个本 它是从耶稀而来的 所以大卫呢 就是耶稀的后代 这时候呢 才能够跟路德记里面的 那个意涵 能够完整连结下来 所以路德跟波阿斯的结合 后来就生下了耶稀 耶稀呢 后代就是这个大卫 这就是神的卷选 在那个时候呢 以赛亚先知 就对于当时的君王 当时的百姓 让他们能够坚定 一个很清楚的 神的应许跟盼望 所以跟他讲说 大卫的后裔 大卫的后裔 它是一个苗裔 它虽然是残干的一棵树 但是它要长出嫩芽来 而这个嫩芽呢 会慢慢渐渐的增长 而芽变成叶 叶子生出根 根就结出果子来 也就是它渐渐的 开始发展起来了 成为一个强大的果实 壮大的国家一样 就是那个时候的先知 以赛亚 对于大卫之约的 一个坚定跟重生 让大家对将来信仰的盼望 留下一个美好的基础 所以在以赛亚的 这个以赛亚书当中 后来我们再看 马太福音里面呢 就经常引述 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话 也就是以赛亚基于 这样的一个确信 这样的一个盼望 那成为一个勉力的核心 谈论的重点 让之后的新耶 或是耶稣那个时代的人 在引述圣经 在查看这个 以赛亚书的时候 能够生出一个基督的盼望 这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记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耶利米书的32章 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的32章 耶利米书32章 我们看一下17节 耶利米书32章 耶利米书32章的 我们看33章 对不起 我们看33章的14节 耶利米书33章的14节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应许以色列家 和犹大家的恩缘 必然成就 在那日 那时候 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义 长起来 这里讲 大卫的苗义 长起来 他必在地上 施行公平和公义 在那日 犹大必得救 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 我们再看17节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大卫必不断人 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 所以耶利米呢 也是在犹大国末起的一个先知 犹大国末起的先知 所以他告诉当时的百姓 我们国家灭亡 那灭亡就给他灭亡嘛 灭亡就灭亡 灭亡就灭亡嘛 所以他用很多的一个肢体语言 好像无花果树的这个语言等等 来告诉他 灭亡是必然的啦 很多爱国主义说 灭亡怎么必然 我们要振兴自己啊 怎么灭亡呢 但是来自于神的应许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为什么还讲这种话呢 因为他坚定的 大卫之约 而这个约呢 就是个国度之约 也就是说 大卫的子孙 永远永远是站在那边的 他是个公义的苗义 他一定有一个人会起来的 这就是弥赛亚基督的盼望 所以我们看到 用苗义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 他是渐渐的长大 而且会成为一个大国的 在一个国家这么衰弱 信仰这么堕落 对盼望 对信息这么样的藐视的情境下 先知这样说了 所以我们看到 以赛亚他说 英尼米又这样说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一个国家 已经是重新归回了 民主重新归回 在重建圣殿当中 有一个先知 这个先知就记载在 撒加利亚书 我们看一下撒加利亚先知 所写的这个内容 我们看一下撒加利亚书 第三章 撒加利亚书 撒加利亚书 我们看撒加利亚书 我们来看第六章好了 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的第六章 十二节 撒加利亚书第六章的十二节 对他说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那名为大卫苗义的 他要在本处长起来 并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 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 这些经文就在告诉我们 耶稣 就是基督 基督就是这个苗书 他要渐渐的长大 要结果出来 而这位撒加利亚呢 就是在重建时期当中 两个关键人物之一 一个是哈盖 那么哈盖 这个哈盖书里面所讲的 最主要讲到物质的圣殿的建设 这个撒加利亚讲的是 属灵的圣殿的建设 当中有讲到属灵基督国度的一个降临 那么这些重要的先知 分别对当时在患难中的 逼迫中的犹太人 给他们一个基督的一个盼望 而这个就业的这样的基督的盼望 跟以后成全之后 教会建立之后 但基督也同样面临逼迫的时候呢 也给他一个印象 也开始坚定的信息 所以这时候呢 启示录林的信息 就跟这个就业限制的信息 在整个情境的背后 就是在患难啊 逼迫中的背后呢 用对比关系来讲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但是他的结论是什么 就业的预表成就在耶稣的身上 因为他已经将属地的大卫王朝 建立为属灵的大卫王朝 我们称之为基督的国度 就是我们主耶稣所建立的 所以当就业预表的新耶 有耶稣来成全的时候 他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荣耀的国度 而这个荣耀的国度 到底他有多大的这个荣耀 或有多强的这样的国势呢 我们从圣经当中呢 可以大概呢 可以了解了一些 好比说 我们所建立的基督的国度呢 他已经把这个世界的神啊 我们要知道 当主耶稣呢 被试探的时候呢 这个蛇呢 也就是魔鬼诱惑他 你要拜我 你要拜我 我这世界都给你 因为原是交互我的 原是交互我的 也就是暂时由你来管理 所以原是交互我的 因此在当下 我撒旦 我要做什么 救助什么 所以后来有人说 他就是世界的神 甚至就是说 那个二者 我们世人就 握在那个二者的底下 所以世界就是那个 属世的那个 魔鬼所管辖的 那今天呢 我们主耶稣呢 要把这个原来是 属世管辖的 魔鬼也所管辖 这种权势 把他打败 然后重新来建立 所以使徒彼得他说 要从撒旦的前下 来归向神 因此所建立的这个国 也就是打败魔鬼的国 称为什么 基督的国度 所以当谈到耶稣 护火的时候呢 哥林多前书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我们请看一下 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 我们请看 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 我们看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十五章 我们来看二十四节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再后末期到了 那时基督将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灵的 都毁灭了 就把国交给父神 因为基督必要做王 等神把一切的仇敌 都放在他的脚下 寂寞了 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 因为经上说 神要叫万物 都伏在他的脚下 所以当耶稣 他护活了 而这个护活呢 就是战胜了 我们也可以说 除灭了 魔鬼一切的作为 所以原来已经被交付 给魔鬼这个世界 因着耶稣所建立的 属灵的国 基督的王国 已经把魔鬼赶走了 除灭了 我们用一个形象以言一样 把一个葫芦抓来 用我们的脚 踩在他的脖子上面 是完全的制服了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的护活所成见的救恩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基督的国度 他是战胜魔鬼 成为一个强大的国 那今天我们就是 在耶稣基督里面 这国的一份子 所以后来呢 我们看对观福音书里面 都会讲神国 神国 会讲神国的福音 神国的福音 原来这个神国的福音 就是说基督的国度 而这个基督国度 就是我们已经除灭了 魔鬼的作为 所以今天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有主耶稣在我们的里头 我们有圣灵的充满 因为我们已经属于神的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已经赦罪 我们圣洁了 所以魔鬼对我们来讲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当很多人在怕 怕魔鬼附身 怕魔鬼干扰 怕魔鬼有任何作为的时候 我们不用怕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耶稣在里头 我们生命 有耶稣的生命在里面了 这是因为我们 在属灵的王国当中 我们有基督的王国 我们在王国的里面 在耶稣的里面 因此呢 本来这世界的神 世界的王 我们再也不怕他了 因为我们已经除灭他 我们已经把他压在地上 我们脚已经踩在他的脖子上面了 我们完全制服了 所以后来呢 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 启述里面 有一句非常关键的用词 是什么 就将这个乳猎的这敌人 就是魔鬼呢 把他扔在哪里 扔在无底坑里面 扔在无底坑 那无底坑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把它丢下去以后呢 他好像没有一个敌啊 好像那个永远就闲在那里 就是从上面一掉 掉掉掉掉 掉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 还是一直在掉 还是一点下垂 是永远就在下垂的 那永远下垂就是没有时空 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 永远闲在那里 意思说 他是不完全被限制住的 所以这个撒旦魔鬼 已经被丢在无底坑 被神的大能所限制住了 就把他锁起来 捆绑起来了 尽管呢 在圣经说 他会给他再出来一下 给他出来一下 他上去呢 他最后呢 又要沉沦 所以又要沉沦的意思是什么 就再来抓起来 所以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这些在属灵当中 试着要做最后缓扑 最后挣扎的这魔鬼 虽然曾经又上来了 好像离开了这个无底坑 好像离开了这样的束缚的情况下 但是他又存了 把他抓起来 丢在哪里 丢在第一的永行当中 所以这时候 主耶稣再来了 第二次再来了 他的基督的国度 就完全的来呈现了 这就是大魏之约 所以今天我们主耶稣 他已经从死里护活 就刚刚我们所看的 格林多前书里面来讲 他已经建立了一个基督的国度 而这个国度呢 来带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战胜魔鬼 让我们能够除灭魔鬼的作为 也让我们在整个 这个国度的当中 来善尽我们应有的责任 来做一个救恩的宣告 来披戴的 既是应有的衣服 就是救恩的衣服 来做宣告 来广传福音 向普天下来传福音 让这些人曾经在这个 恶者底下 被恶者所控制的人 让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也就在死在过患之中 魔鬼之中的那些人 能够重新活在 耶稣基督的里面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主耶稣 他已经护活了 建立了基督的国度 那我们身为国度的一份子 就要体会这个使命 跟我们耶稣一样 一起来传福音 一起来拯救万民 对我们的所有的 弟兄姐妹而言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 成为那个守望者 也成为那个牧者 来关心我们所有的 弟兄姐妹 他受伤了 我们要把他包裹 他失散了 我们要把他找回来 他软弱了 他病了 我们要医治他 这就是一个牧羊 所以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 我们要做好牧羊的工作 有的美好的牧羊 人人才是福音的尖兵 我们才不会 因为我带了一个 流失了十个 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 基督的国度 不但战胜了魔鬼 我们就从魔鬼的口中 就要含在那爪牙里面 把这些人 把他带来到神的面前 而让基督的国度 成为荣耀的国度 权柄的荣国度 所以每次我们在祷告 唱哈利路亚的时候 念哈利路亚的时候 甚至在灵引的哈利路亚当中 他就是在述说这样的恩典 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启示录的十九章 我们请看启示录的十九章 我们请看启示录十九章 十九章我们来看一下 第六节 启示录十九章的第六节 十九章的第六节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 众水的声音 这个大理的声音 说哈利路亚 为什么说哈利路亚 因为主我们的神 全能者作王了 我们的神作王了 而这王就是基督的国度 所以耶稣就是基督国度的王 他就是那个王 就是受高者 那我们每一次的祷告 就是在颂赞神 而这个就是大卫之约 所以我们从大卫之约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 从圣经当中让我们感受到 在旧约时期的时候 那些神的百姓苦难中 神借由他所应息 透过先知在圣灵中 所传达的信息当中 告诉他们 你们要有基督的盼望 而这个基督的这个座位 是永远永远不会美的 这个活泼盼望 你们要盼望 而这个盼望到耶稣来的时候 不断的宣告 从他的降生 从他的神迹 从他的定时架 从他的护活来宣告 我就是应许中的基督 那么今天我们相信 也接受了基督的信息之后 我们还是像初代的教会一样 会面临很多的逼迫 但是我今天已经看见基督 他已经作王了 已经得胜了 尽管在第一世纪有domini 那算什么 尽管我们现在有碰到很多强权 那又算什么 因为我们基督作王了 所以在属灵的国度当中 基督作王战胜魔鬼 所以感谢神 今天我们透过大会之约 基督之约 让我们成为神国的一份子 所以我们今天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在主里面 能够得着安息 我们得着平安 我们得着喜乐 因为那一个系罗已经来了 他要让万民得福 让万民顺服 所以感谢神 我们今天的分享 也求主耶稣帮助 让我们从神以历代显民 他们之间所定的恩约当中 我们能够去体会 每个约的内涵跟精神 而这个约它不是片面的 也不是个别存在的 它是完整性的 而且是连结的关系 我们做整体的思考 让它在灵里面合一的时候 我们就感受到神的爱 真的是长阔高深 所以我们透过这几天的分享 试着给我们大家 能够有一些思考的方向 愿神能够祝福大家 让我们坚定信心 让我们坦然无惧的 到神的面前说 主啊 我感谢祢 因为祢创世以来 就藉由这份的圣经 让我们能够明白 这份的救恩 也藉由祭司所批的 这个救恩的这些外衣 让我们感受到 祢成全的恩典 愿主耶稣帮助我们 那么最后呢 我们一起来唱诗